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文王演艺经八卦 江太公垂吊渭水 武王伐咒面商 历经近三百年兴衰 到公元前七百八十二年 第十一代周王静突然暴毙 长于身宫 性格怪僻的太子公生 在恐怖神秘的前王丧葬大礼中 开始了混乱的统治 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周幽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子 请 他们是谁 太子别怕 他们都是专门伺候先王玉体的四人 他们刚给死人洗完澡 我不洗 那怎么行呢 太子在这儿洗完澡 换好衣服 再到先王临前磕个头 往后就是天下的真龙天子了 太子快去洗澡吧 众亲大夫们 都在门外等着呢 那你跟我一起洗 那你跟我一起洗 太子不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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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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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命于天 取信于民 徒天之下 莫非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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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过 用不着你们刺 走开 那些人是干什么 就是先忙再事 寻遍天下选来的美女 又是先忙 让他们滚开 可依照周礼 新王继位 文武之夜连奏 七七四十九天 别跟我提周礼啊 先忙已经死了 从今往后 我就是周朝的天子 是 自然是 再说了 那些人能算是美女吗 这 这 这 可妈 臣也不能啊 还不能 是不是 不能 那就把他们统统地轰走 一个也不留 是 为我出去重新选美 去啊 去啊 去 晨 知道了 这就去 我 我这得去 你能算是天下的美女吗 奴妃不敢 他们把我最喜欢的宫女给杀了 说我继承了王童 先王用过的一切东西都要继承下来 包括你们 药也得药 不要也得药 我要 我要 我要把你们一个个都活活的勒死 大王啊 齐山地震 陈刚出宫门就听说 京和乐三川同日地震 齐山又崩了 压死民居无数 大王 这玄美的事 齐山地震与我有何干 派出倾国之车 把天下最美的美女给我选来 从今以后 天下的美酒要尽我所饮 天下的美食要尽我所享 天下的美女 天下的美食要尽我所欲 是 懂吗 是 臣懂了 遵旨 天下的美食 京和乐三川同日地震 齐山又崩 压死民众 压坏民居无数 大王却于此时下诏选美 臣以为这绝不可行 天崩地裂乃常事 何必大惊小怪 为当今天子选美才是大事 臣以为万不能停 国公言之有礼 大王 三川发愿于齐山 齐山乃是我周朝发祥之地 昔日 一落水节而下朝亡 黄河水库而商朝亡 现今 又是三川水节更有齐山崩塌 如若再不安民之礼呢 怎么不说下去了 蠢人枉义天命 夭阳破重 你该不是想说 我周朝也要亡吧 大王 大王 臣以为 国之兴亡不在天而在人 天降在义 不过是在警告世人 大王若能敬天克敌 修正安民 自然就会天护神佑 化先为夷 要是继续不理国政 宠任令臣 那 大王 赵淑戴这两句话 有对大王不敬之意 免出官职 轰出浩京 不用轰 我自己会走 大王不畏天辩 罢绰贤臣 信用奸邪 如此下去 只恐朝堂空虚 社稷不保 朝堂是我的朝堂 社稷是我的社稷 空不空保不保 用不着你多罪 来人 隔其蛇 关禁死丘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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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家父悲观 到今天已经整整三年了 世伯是家父的行人 有同朝为官多年 只求你老人家 你想想 救家父一命吧 赵淑黛北珠 你父亲又遭割舌之刑 满朝还有哪一个敢出来说话 周朝自五王伐咒 经历两百五十多年了 如今谁不知道天下将有巨变 只有你父亲 明知天意如此 却还要冒死强争 世伯 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好 好好 父亲 父亲 孩子 孩子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来来来 你听我说 你读过前朝的故事吗 上朝末年 昼王无道 当时有一位大臣名叫苏护 直言觐见惹脑咒啊 将他下在天牢 苏护的家人想尽办法 也无法营救他出狱 实在无奈 只好 以玉博 买通昼王的宠臣费重和游魂 献上美女打击 方才救他出狱 不许 不许要说什么 你父亲反对天子玄美 是抱着以死殉杰的信念的 虽然 现今 用献美女的办法救他出狱 那不比杀了他还要难受呢 好 好了 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 你是想重演一篇前朝故事 救你父亲出狱呢 还是保住他一生的清白 让他无愧地死去 你自己顶夺吧 没想到 没想到我这个精通历史 又破之天命的朝中态势 在你面前出了这么个 搜点子 我知道你都骂不出来 要怪罪你就当着我 我脸上催一口吧 但是我太长空天 这事是拉展 X 4 现在不休观开 你会尽管老大 倒你想低着 看着 你还没有尽管老大 要避免 我是俺 aca 我 拜託,拜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找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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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说历史是一面镜子 一照 什么全明白了 宝享的儿子心领神会 照着前朝的葫芦画起飘来 于是中国的历史上就出现了这位宝寺 他名义上是宝享的女儿 其实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亲生的父母到底是谁 别别别别下车 别别别下车 可怜 要是真能用你救出我父亲 那我可 就没白在这一路上吃这么多苦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王 去 快去 去见见她 去哪儿 见谁呀 见她 她是王后 她不已经在这儿了吗 臣妾参见大王 我王万年无期 这是我新晋选来的美女 只因名分未定 故而没让她去见你 过后补上这个礼就是了 大王 不必劳神了 臣妾听说 大王得到一个美人 已经三个月不理朝政了 你 臣妾还听说 群臣议论 朝中鼎沸 大王明明知道 却充耳不闻 出口 臣妾今天真是大开眼界 原来能使大王迷到如此程度的 竟是这么个女人 你再敢多言一句 我就废了你的王后之位 废了我 让这个女人 做你的王后 大王 可曾记得 先王下葬那天 有一串红衣的小儿 用月将生 日将末的儿歌 诅咒我 周王朝天下 将因为一个女人 而亡国的事吗 这个女人是谁 大王好好看看你身边吧 父母 他就是那个 刨海埋葬先王的皇徒 从阴氏里跑来讨债那匹 不祥的野马 是个妖孽呀 不 他不是妖孽 他是我从乡间选来的民女 大王 你真是这样想啊 那还用说吗 那 臣妾要问你一句话 什么 什么 这大王应该最清楚 还用问臣妾吗 嗯 大王想起来了吗 他要真是人 为什么 进宫都三个月了 却从来不会笑啊 这么多年了 我从未见你笑了 为了你 我把王后废了 你不笑 太子依旧 为了你也让我给废了 你 不 如今 你当了王后 你生的儿子 做了太子 你怎么还是不笑呢 她们说你是那匹野马变的 所以从来不会笑 这 这难道是真的吗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回禀大王 微臣偶尔见过一次 说 在什么时候 什么情景 是 那次微臣奉大王之命 送王后回宫的路上 王后望着马车前方的火把 微微发笑 那神情之美 非凡人所有 他说的是真的吗 你笑过 你笑过 快告诉我 像他这样的人 都见你笑过 寡人贵为天子 天天哄你 斗你 却从未见你笑过 来人 你笑过 你笑过 寡人宫中天天夜如白昼 灯火无树 我却从未见你笑过 今天 我倒要好好看看 你是如何对着火把发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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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人是鬼 说 你是人是鬼 你 你说 大王 大王啊 快把手放开 你要出人命了 大王啊 你快把手放开 微臣有主意了 什么主意啊 大王 王后是从民间选来的美女 他望着马车前头的火把发酵 可能是喜爱乡间的野火 以微臣看 不妨 不妨 不妨什么 大王不妨 你自己在家立山 在立山点起风火来 这样一传十十传百 王后若见到连接大王江土的风火 一个个点起来的壮观景象 她 她能不孝吗 好主意 王后若是孝了 我定要赏你千金 连夜齐驾立山 这是谁的主意 臣请讲此人碎世万段 咱们打 这是谁的主意 臣请讲此人碎世万段 以泄天下 少啰嗦 叫你举火 举火就是了 大王 这风随失配了防范 戎族入寝之用 烽火一举 各国诸侯势必劳师动众 前来秦王 若发现只不过是一场儿戏 称恐从今望后 再无人信任天资 寡人不要他们相信 伯公 点火 不止 不可 万万不可呀 万万不可 万万不可呀 万万不可呀 走开 大王 难道非弄得王国 才能必应被骂 王国也不要你管 点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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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三 四 二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笑啊 笑一个给寡人看看 明告大王 各路诸侯日演进城 前来警令 大王 各路诸侯全都到齐 已经等了好几个时辰了 为臣见王后并无效意 是不是让诸侯先回去 大王改日在 改日 他今天不孝我就杀了你 去 告诉他们 让他们先回吧 是 天子传旨 敌兵未曾入侵 有劳诸侯跋涉 大家 大王改日 请回吧 公元前七百七十一年 身后的父亲因犬戎大犯耗尽 烽火在举 无人来救 周游王被杀 宝四神秘地失踪于乱军之中 劝荣退去 太子依旧几倍 浩平王 此时浩经亦是一片废墟 平王指的东迁落役 就是今天的洛阳 至此持续近三百年的西周 宣告结束 文王兴周 武王伐周的辉煌历史 都已是昨天的太阳 而叱咤风云纵横天下的主角 则要让位于各国诸侯们 春秋时代开始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